CAMMA 是我一支推薦的工具 不管你是用在運營社交媒體 還是用在你學習工作中 都是非常好有的工具 CAMMA也在不斷的升級 跟不帶來更多方便的功能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 我就和你分享23個 你必須知道的CAMMA的使用計較和功能 你一定會得到很多收穫 哈囉大家好 我歡迎化學朋友我是 Grayson 如果想投入YouTube頻道 在網路上打到自己個人品牌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是完全免費的 在底下的描述欄 也能夠找到很多經驗率平常使用工具 首先第一個功能就是線形輪廓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YouTuber 他們的原像外輪廓 都有一圈線形的輪廓 這其實能在CAMMA裡面很好做到 像我導入一張我的照片 我首先需要去除它的背景 我選擇邊境影像 這裡選擇背景移除工具 像我就可以看到 我照片背景就被去除掉了 這裡提醒一下 CAMMA這個去除背景的功能 需要女生叫CAMMA Pro才能夠使用 如果想體驗這個功能 可以使用我平衡區鏈接 就免費使用30.COMMA Pro 去體驗一下背景移除功能 現在我還是選擇邊境影像 然後在這裡找到陰影 這裡選擇光韻 然後再點擊一次 才看控制像 首先我們更改顏色 把它變成白色 然後把模糊畫調到最低 透明度調到最高 像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的原像的外圍有個實現 然後我可以調整它的大小 像我的原像就有一個很粗的線條外輪廓 然後我可以選擇套用 這個效果就被我套用到人像上面了 假如如果想取消這個狀態 你可以選擇這裡回復原始狀態 這樣就會回到最初的狀態 這種效果我們可以疊加 我們的人像可以有多重的線形輪廓 我可以再選到陰影 然後再選擇控制像 更改一個另外一個顏色 然後把模糊畫調到最低 透明度調到最高 再調整一下大小 這樣我的人像就有兩種線形輪廓 第二個功能就是我們可以給物體加入陰影 例如像我有這隻鞋子 我需要給它加入一個陰影 我選擇邊境一下 這裡可以選擇陰影 有這樣的陰影 也有角度的陰影 然後你可以選擇查看全部 有更多的選項 然後還有彎曲的陰影 有頁面模糊的陰影 然後還有背景 例如我們選擇這個背景的陰影 然後我們可以再選擇一次 可以查看控制像 你可以調整它的垂直角 然後可以調整它的水平角 然後可以調整它的透明度 然後可以調整它的模糊畫 這樣就可以很好的幫助你給一個物體加入一個陰影 非常的方便 在你完成之後記得選擇套用 這樣陰影的效果才會真正附加到這個物體上 第三個功能就是你可以分享模板 例如說我想分享這個清單 我可以點擊右上角分享 在這裡你可以選擇分享鏈接一共編輯 這樣當你分享給它們的時候 它們可以編輯這個模板 你也可以選擇分享鏈接一共收尾範本 這樣它們就只能夠編輯分享的範本 不能夠編進的原文件 然後你可以分享鏈接一共檢視 它們沒有辦法做任何的編輯 只能夠查看 例如說我選擇分享鏈接一共收尾範本 然後選擇複製鏈接 這樣當我輸入我剛才的網址之後 我就能夠查看到我被分享的這個範本 我就可以開始使用這個範本 如果你有出售一些鏈接著做範本 你可以使用這個方法分享給你的客人 這樣客人就不會編輯到你的原文件 非常的方便 第四個功能就是 你可以在鏈接裡面進行影片剪輯 你可以聊到鏈接首頁 在這裡選擇影片 在這裡找到一個影片的模板 1920x1080像素 在這裡你就可以打開鏈接影片剪輯的功能 我們可以找一個影片 例如這部影片 你可以對它進行裁剪 可以選擇這裡 刪除一段你不想要的部分 例如我想保留這部分 然後選完成 然後你可以加入很多段素材 例如再加入這段素材 然後你可以加入轉場 在這裡選擇這加號 這裡可以新增轉場 這裡會有不同轉場功能選擇 例如龍解 滑動 圓形擦除 直線擦去 然後你可以選擇一個 現在這兩段素材之間 就會加入一個轉場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看法影片剪輯還有很多功能 如果想具體了解 可以去參考一下我這部影片 第二個功能就是 在看法裡面 還可以為影片上字幕 在這裡我已經為我影片上好的字幕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次影片 我會教你如果用看法給影片上字幕 非常簡單 看完這次影片 你就能學會 在看法裡面 給影片上字幕非常簡單 如果想具體知道 如果操作 可以去看一下我這部影片 第二個功能就是 在看法裡面 你可以展示簡報 並且錄製你的屏幕 我們可以來到看法首頁 在這裡找到簡報 這裡我們選擇一個簡報的模板 我們隨便選一個 例如這一個 選擇套用 接下來我們選擇這個選項 我們選擇展示 並且錄製 然後我們選擇前往錄製工作室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看到 我的攝像頭已經打開了 如果你不想要顯示自己的影像 你可以選擇沒有相機 這樣就只會錄製你的聲音 然後我可以選擇開始錄製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看到 我會出現在左下角 然後你可以調整這些區域 當你想要結束錄製之後 你可以選擇這裡結束錄製 這裡看法就會上傳你的錄製 然後你可以複製個鏈接 去分享給其他人 第七個功能就是 你可以在看法裡面 編輯PDF文件 例如現在我有一份PDF文件 我可以把它直接透露到我看法裡面 像我就進入到了剛才的PDF文件 我可以對它進行任意的修改 我可以添加信息 也可以對它進行修改這些信息 所以這是非常方便的功能 第八個功能就是 你可以創建自己的品牌顏色 你可以來到你看法首頁 然後這裡有個品牌工具組 這裡面可以讓你上傳你品牌的Logo 品牌的顏色還有品牌字型 品牌標誌還有品牌字型 需要你升級到CAMMA Pro才能夠使用 如果你是免費的帳戶 你可以添加三種品牌顏色 你可以點這個加號 你可以選擇你想要的顏色 或者在這裡面輸入你的顏色代碼 像我就添加了三個品牌顏色 當你進入到CAMMA邊區的時候 你就能夠看到 你品牌顏色就會出現在這裡 再來告訴大家另外一個方法 去找到你的品牌顏色 如果你發現一張圖片裡面 它的顏色使用你非常喜歡 你想把它的顏色 作為自己品牌顏色也是可以的 例如這裡我找到一張圖片 我先把它拖露到CAMMA裡面 然後我們可以選擇顏色 這裡就可以把照片的顏色 全部幫你分出來 你就可以快速找到 照片裡面使用的顏色 非常的方便 然後你就可以再選擇 你喜歡的顏色 加入到你品牌顏色裡面 第九個功能就是 你可以做出產品的Mockup 例如說我想做一個電子速度Mockup 我可以首先在CAMMA裡面搜索ebook 例如說我選了這個電子速 像我需要把這個電子速導入成PNG格式 我選擇右上角下載 選擇PNG文件 選擇下載 然後導入剛才的PNG文件 我調整它的大小 之後我們選擇編輯影像 在這裡選擇SmartMockups 如果你沒有這個選項 你可以到底下 你可能也會喜歡這一欄 你就可以找到SmartMockups 然後鏈接到你的帳戶就可以了 我們選擇查看全部 在這裡我們需要找到電子速度Mockup 例如我打算選擇這個Mockup 這個時候我剛才的PNG文件 就變成了這個書本的Mockup 之所以我先要導出成PNG文件 就是因為如果選擇剛才的文件 這裡每個元素都是不固定的 所以就不能夠使用SmartMockups這個功能 第十個功能就是 你可以用Canva做出名片 你可以拉到Canva 然後搜索Business Card 這裡面就會給你很多名片的模板 比如說你選擇了一個模板 你就可以進入到這個模板 進行編輯 你可以輸入你的名字 你的地址 你的郵箱 你的電話 你可以做出任何的修改 然後這個是正面 這個是反面 你可以交你的Logo 在你設計完之後 你可以點擊右上角下載 你可以導出成PDF格式 或者是PNG、JPG格式 第十一個功能就是 你可以用Canva做出 YouTube的片段動畫 這裡給大家展示一個 我之前做的片段動畫 用Canva做片段動畫非常簡單 如果想具體了解 如何製作這樣的片段動畫 可以參考一下我這部影片 第十二個功能就是 Canva裡面有很多種線條的樣式 例如像我有一條線條 如果想知道哪裡找到線條 你可以來到元素 然後這裡就有線條的形狀 你就可以找到一個線條 然後我選了這個線條 在這裡面就可以找到線條粗細 還有線條的樣式 我們可以先選擇粗細 這裡面就可以調整線條粗細 然後我們再選擇樣式 這裡面可以選擇線條的不同樣式 你可以選擇點狀的線條 然後你還可以更改線條起點 這裡會有不同的線條起點 例如這個箭頭的起點 然後也可以更改線條的終點 例如換成這個終點 第十三個功能就是 你可以利用Canva做出很多種不同的文字樣式 例如你可以做出這種樣式 你可以把圖片嵌入到文字裡面 也可以做出這種樣式 強調文字 也可以做出氣球文字 也可以做出動態的文字 也可以做出陰影文字 如果你想要知道 如何製作出更多種文字的樣式 可以去參考一下我這部影片 第十四個功能就是 我們可以在Canva裡面快速導入圖片 在Canva裡面導入圖片有很多種 首先你可以點擊上傳 在這裡可以上傳媒體 這裡面就可以讓你上傳的圖片 還有一種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直接拖拽 例如說我的這張圖片 我可以直接拖拽到Canva裡面 像這張圖片 就會導入到Canva裡面 非常快速 第十五個功能就是 在Canva裡面 可以做出很多文字的效果 比如像我一個文字 我選這裡效果 這裡面就會提供給你幾個文字效果 例如說有陰影效果 這裡就會給文字添加個陰影 然後你可以調節屬性 如偏移的屬性 調節陰影的方向 調節它的模糊化 並且調節它的透明度 還有模糊陰影 空心 粗鞘 雙重陰影 色階分離 還有霓虹的效果 這些文字的風格 大家都可以去嘗試一下 做出不一樣的文字效果 同時在這裡還可以彎曲文字 這裡面可以調整彎曲的程度 第十六個功能就是 移動元素 在看法裡面 如果我們想要精細的移動元素 我們可以使用鍵盤上的上下左右鍵 並且可以配合上Shift 例如說我想移動這個文字 我可以使用鍵盤上的上下左右 例如我按上 它就會一步一步上 如果我按下就會一步下 按左就會一步不左 按右一步不右 但是如果你覺得這樣速度太慢 你可以配合上Shift 它就可以以十倍的速度進行移動 例如按住上加Shift 它就可以快速移動 同樣的往下也可以快速往下 所以這樣移動元素 不僅能夠精確 也能夠很快速 第十七個功能就是 你可以加入輔助線 我們選擇檔案 在這邊選擇齒規 然後我們就可以拉出輔助線 下面就添加了輔助線 如果想取消這輔助線 你可以直接把它拖拽回去 或者你選擇檔案 在這裡取消勾選顯示輔助線 那麼輔助線就會消失 第十八個功能就是 精細的選擇元素 例如說現在我有三個圖形 這三個圖形都是非常接近的 如果要選擇其中一個是非常困難的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配合上 Cmd或Ctrl來進行選擇 如果你是Windows的電腦 你就選擇Ctrl 如果你是蘋果的電腦 就使用Cmd 例如說我選擇了最上面一個 但是其實我想選擇的是中間的一個 所以我按住Cmd或Ctrl 然後再點擊一下 這個時候我就選擇到中間這個圖形 如果想要選擇最下面的圖形 我就再點擊一下 這個時候我就選擇到最下面的圖形 然後我可以移動它 使用鍵盤上的剩下左右鍵 第19個功能就是 你可以給照片加入一個邊框 例如像我有這張照片 我選擇編輯影像 這裡面可以找到邊框 我們選擇查看全部 這裡面就會有非常多樣式的邊框 給你選擇 例如說這個就是明紅黃色的邊框 你可以選擇其他的邊框 例如這是底片邊框 如果你直接觀察 這裡可以讓你選擇第二層選項 這裡面可以進行更多的選擇 所以大家可以去嘗試一下使用不同的邊框 第二十二個功能就是 你可以鎖住元素 我們在進行設計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不需要移動一個元素 我們就可以先把它鎖住 例如說我想鎖住這個元素 我可以先選擇這個元素 然後再點擊右上角 這裡可以鎖定 這個時候就會發現 這裡有一個鎖的標誌 就代表這個元素就被鎖住了 你是無法移動這個元素的 第二十一個功能就是 你可以在Cama裡面製作出字幕條動畫 如果想製作出這樣的字幕條動畫 或者是這樣的字幕條動畫 在這部影片裡面都有最詳細的教程 能夠讓你快速學會 非常簡單 第二十二個功能就是 你可以在Cama裡面建立團隊 你可以來到Cama首頁 這裡有個建立團隊 然後你可以輸入你團隊名稱 接下來你可以輸入你團隊成員的郵箱地址 就可以組建一個Cama團隊 在你組建團隊之後 你可以在這裡進行修改 你可以修改你團隊名稱 這裡就會是你團隊設計 團隊資料夾 範本 應用程式 還有團隊成員等等 第三個功能就是 你可以通過Cama 來製作出你個人的專屬Logo 你可以在搜索欄裡面搜索Logo 這裡面就提供給你非常多Logo的模板 你可以借鑿這些Logo的模板 對它進行修改 做出適合你的Logo 如果想具體知道 如果修改這些Logo的模板 做出適合自己的專屬Logo 可以參考一下我這部影片 Cama現在的功能越來越強大 它現在不僅眩於平面設計 還慢慢開發出了影片剪接功能 大家也可以在評論區告訴我 你們通常使用Cama 製作什麼樣的內容 在我頻道裡面 還有很多關於Cama教程 至於可以看我這些影片 如果你覺得這些影片 對你有幫助 歡迎點個讚 如果你還想了解更多關於Cama YouTube的內容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更多互動 可以關注IG 在底下的描述欄 也有很多經濟率頻道使用工具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